你不想要做什么 这一点还好吗 不不不 能用你的好方法放到大舟哥里吗 为什么 试一下 妈妈 你看看这蛋糕还记不记得 虽然小时候我们没有钱 好长时间才能吃到一个 你跟我说希望我多吃点甜的 可以冲淡一些不好的回忆 来 妈妈 吃一口 乖乖 吃一口 好吃吧 来 擦擦擦擦擦擦 那好吃 好吃 多买一点 海天爱吃 妈 你怎么又开始胡说了 没有海天 海天今天晚上几点钟回来呢 妈 我说了多少遍了 没有海天 您不要再胡思乱讲了好不好 没有海天 没有海天 没有海天的海天是谁呢 这世界上就没有海天 不可能 有海天 有海天 海天对你很好 对我也很好 妈 咱们不想这些了好不好 来 吃一口 吃一口 妈 好不好 不吃不吃不吃 妈 我错了好吗 不是 你错了 你错了 有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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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的 有的 有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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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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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这次发布会来的都是下属公司的经理呀骨干什么的 还有爸爸在那些国内特别关系好的叔叔伯伯都要来 你不是想在国内发展吗 到时候这些叔叔伯伯啊指不定就帮上你了 你一定要重视 听见没 我知道了 到时候你一定要穿正式铁 记住了 你盯住好几遍了嘛 别不耐烦啊 我还没说完呢 我跟你说 你爸爸现在身体不好 年纪大了 不像以前那么想的明白 有时候脑子也转不过弯来 他要是有什么想法跟你不一样 你别顶撞他 别让他生气 妈 我真记住了 我爸又不是吃素的 你那天发布会准备穿什么呀 我建议啊 你还是穿这个素色 知道了嘛 别别别 我还没说 大明贝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找个东西 那我帮你一块找呗 不用了 你去忙吧 我自己去找 找我 我知道你漏了什么 看你 是漏了一个我 好烫 干嘛不吃饭 干嘛不吃饭 其实我就想问你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会叫的狗不咬人 咬人的狗不叫 听过吗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其实 其实人跟狗是一样的 像我这一种啊 高富帅三向全战的 看起来特能招女孩的 实则一点都不划心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狗一样 就是这意思 不 不是跟狗一样 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 我虽然看着好像很能招女孩 但我真不花心 我只对你一人好 绝对不会是下一个许昂 真的 我没说不信啊 真信了 我就说你不信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已经到你这个楼下了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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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仔细看一下你们手里的文件 看完以后呢我们集体讨论 不认识 你今天怎么了 没事 不可能 一早上来我就看你不对劲 不会是射孔又犯了吧 今天早上我看见您书记和张歇达手拉着手 连子洋 你不是做了批评计划吗 给大家偷评讲解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要是结婚的话 一定会给各位发新铁 大家理性吃瓜吧 好 想什么了 又不关注啊 我在想要不酒会那天我还是别去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但我没想好穿什么 要不下班之后我陪你买一件去 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不是没得穿 我是不知道选哪一件 如果再买一件的话 那我又多了一个选择 那这样的话 我就更选择恐惧症了 就为这个 我妈 真不像我 我是觉得不像我 你放心 不管你穿什么 在我心中永远是焦点 可是那天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爸妈不也在吗 我爸 那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我爸那天肯定忙得天翻地覆 没时间管我的 我妈妈 从小就这样 给我的自主空间特别地大 只要我喜欢她 她也喜欢 唉 不行 我还是觉得有点着急了 要不下次呢 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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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次就是为了这个酒会 特地回来的 要错过这次 下次止不准什么时候了 唉 那去嘛 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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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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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 去 去 来 走了 好 拜拜 来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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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嘛 成全的 来 来 我真有点 劝你了 走吧 你爸叫赵凯天 对啊 没认识啊 我不认识 你真不认识啊 海天集团也没影响 我为什么要有影响 对啊 我就以为我们海天集团还挺有影响力的 希达 好久不见回归也不说一声 佛罗莎 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那你们先忙 咱一会儿聊 大爷同学 你要不去陪陪女朋友 那不行 我今儿就一任务 好好陪你 走吧 走了 来 当自己家 走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说吧 没事 我笑一会儿 慢点 慢点 那你在这儿歇会儿 我先给你倒杯水 拜拜 你睡了 好可憐 你看 你看我 你去哪里 你走 张总让你把卡号留下 他会给你打钱的 但也让你以后别再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没事吧 东敏 您认错人了 妈 你 你刚好没看到在这儿一个姑娘 长个儿挺高的 我进门的时候看见一个 她去哪儿了 我就看她跑出去了呀 来 给你倒的 妈 现在得上哪儿去了 跟谁说呢 我呀 给你看 妈 你未来的儿媳妇 怎么样 好不好看 哇 长得还挺不错的 什么叫还挺不错的 这明明就国色天香沉鱼落雁好吧 妈 我跟你说 她是我们中心啊 最最最最最厉害的鉴定师 不是 你知道我选她什么吗 她呀 对自己生活中的小事和大事 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 她活得特别明白 这孩子 从小就这样 一喜欢什么吧 就什么都好 那是 但是啊 妈 你儿子也得足够优秀 才配上人家 你说你儿子怎么那么优秀呢 但是妈 你生得好 你少给我来这套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还年轻 感情的事得多接触多了解 妈妈这次来正希啊 打算多待些日子 正好 给你介绍我几个朋友的孩子认识 那 是男的女的呀 女孩的话就算了吧 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我可不想让她伤心 多选择 多了解 我选择了呀 我既然带她来见你们 就是因为我认准了 这不 妈 你不是多待几天吗 刚好有时间 我们可以碰一下 妈 放心 你儿子眼光可好 再说了 你儿子对恋爱 对结婚这种事 这非常认真的 我从小看着你跟爸 这么幸福的状态 长大的人 是不是 一直把你们当榜样呢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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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个电话啊 妈 干嘛去了 没事儿 刚才突然接到电话 说我妈醒了 朝着要见我 我没跟你打手招 我就走了 抱歉了 跟我说抱歉干嘛呀 那 我去陪你吗 现在 不用 我这儿没事 师傅 前边停车就行 我快下车了 先管了啊 摸摸哒 摸摸哒 喂 今天 我们非常高兴地在这里举行 海天集团和东方集团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大家都知道 我们海天集团和东方集团 一起合作的城市升级改造项目 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也是新的起点 新的征程 我们还 长官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洪辉在 东方集团 你们是洪辉派来的吗 你们要敢动我 我就报警了 东方集团副总经理洪辉 我知道你是这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你肯定在现场 我就想问问你 你利用职务之变 跟别人老婆上床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道德底线 有没有想过你会破坏一个家庭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在公司救人要职 你们放心吗 洪辉 你给我出来 什么想找洪辉 我认识洪辉 我带你找大姐 各位 不好意思啊 这人是怎么混进来的 但是病毒人除外 我们发布会继续进行 我去查一查情况 下面呢 我继续介绍 我们这次 来 坐坐坐 坐着 破坏了您家发布会 对不起 谢谢您能给我个抬地下 别说这那了 你多大人了 干这么冲动的事 洪辉是谁啊 洪辉他是个混蛋 他是个破坏我家庭的混蛋 本来我今天不出头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凭什么 凭什么我被绿了 我还要缩在壳里 当一个绿毛龟 首先啊 你得先冷静下来 不 是肯定不会有结果 你得先捋明白了 你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 嗯 这是我老婆 叶树婷 我们俩从上大学就在一起了 人大呢不算大美女 你得工作能力特别强 大学后 她通过校召 进了咱东方集团下属的明天公司 那挺牛啊 这公司特难进 她一路从普通员工 升到办公室主任 总监副总经理 结婚后 她又调到了集团总部 现在是集团总经理主理 每年税后能有一百个吧 那你呢 她工作那么忙 我肯定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悠悠身上 辅导功课 照顾生活 所以现在也就是个 项目经理 挺好的 但也没毛病 有人煮外就得有人煮内 是吧 可是她最近突然跟我提离婚 莲藕木耳 青椒肉片 吃饭 吃完饭我去咱妈家吧 又接回来 陈平 咱俩离婚吧 说什么呢 我说咱俩离婚吧 先吃饭吃饭 你不要逃避问题好吗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咱俩早就没有感情了 其实咱俩离婚是早晚的事 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共同语言了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睡觉分房睡 逢年过节各回各家 我觉得这婚姻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我可以改 一定要离婚吗 这不是改不改的问题 可能咱俩当初在一起就是一个错误 结婚太早生孩子太早 没有时间了解彼此 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大学四年 工作两年 因为你怀孕了我才结了婚 现在悠悠都七岁了 你突然告诉我 你知道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叶淑婷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随便你怎么说吧 反正从今天开始 我要搬出去住 随便你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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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这是干嘛呢 随便 随便 你这是干嘛呢 随便 随便 我觉得咱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好好想想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舒婷 舒婷 都这么大了 都这么大了 别任性好吗 咱好好照顾悠悠 咱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不好吗 那是你的想法 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跪辈子 叶淑婷 你实话告诉我 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陈婷 我告诉你啊 你别跟我信口雌黄 你干嘛 你给我 给我 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这事跟别人没关系 是咱们 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 我没走 二伯想起来了 就是咱俩婚礼上 暂住酒的那个老板 那个时候你们俩就好让呢 因为他有老婆 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所以你才跟我结了婚 是不是 你别走 让开 你别走 你今天没给我说清楚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说起来 说起来 滚 你就是点打女人的本事是吧 陈婷 我告诉你 咱俩结束了 就算你不同意协议离婚 我也会跟你起诉你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狗血的剧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悠悠 她是我一手带大的跟我特别亲 从上小学起 每天早上陪我做饭 晚上我带她玩 周末我带她学英语逛博物馆动物园 现在她叶树亭要把孩子带走 她不让我见她不让我见 对 先静一下啊 你 你咨询过这方面的事吗 就是说如果今天开庭 我们走法律程序 真走到离婚的那一步的时候 这孩子大概率判给谁 这个咨询过 咨询过 大概率会判给我 但是现在就怕有意外呀 什么意思 可能悠悠 不是我的 哥白 我知道这挺难的 但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呢 你最好尽早去做一亲子鉴定 孩子是你的 咱在法庭上只有法律依据 如果不是你的 咱也别给别人哑孩子 对吧 哪有这么简单哪 七年 我养了整整七年哪 换你你能接受吗 这样啊 其他事我也帮不了你 但这事你能来找我 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 先把亲子鉴定给做 后续的事我们再商量 明天 明天我带悠悠去 来 那 你来我这儿吧 慢走 我 好的 可以 解释了 这个 你 好了 别理他了 大家明白 回来了 他怎么回事 你问我们 问我们 什么事啊 没事 就是想你了 我妈约我下班吃饭 要不要一起 不去 我也忙啊 忙了 就因为忙 什么意思啊 没事 行 那你忙呗 我自己去 你忙你的 别太在意 要是你真有什么事 让你心烦的话 记得告诉我 我能帮我就帮 了 什么事啊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